你怎么帮的你 冷静 一定要冷静 年轻人一时冲动一时糊涂 做错了事 应该给他们改成的机会 这是你妹妹欺负了你怎么办 我妹妹我 我妹妹我赶紧宰了这畜生啊 那我今天必须宰了她 那不能不行 绝对不能不行 为了呀 为了 为了 开小组会呢 我妹妹我 大爷张大 张大 这无法运行是迭代版本的历史问题啊 我反正没动过啊 自然我这一直都是好好的 是超哥你的配置出现了什么问题 打住啊 我善意的提醒你甩锅 容易被人打死 你怎么帮的你 可隆天刚闯事务 转你转他 你站住 你站住 我先复一份去做负责任 我负责 我负责 我负什么责呀 负责 过来 我去老借上跟你说两句话 不是跟那 是我跟那 那你那儿呢 哎呀 一个大老爷们儿 真怕这玩啊 过来 行了啊 你说说吧 你跟我妹是怎么认识的 诚哥 我今天才第一次见到你妹 第一次 你就这么随便啊 不是我 我随便什么了 你过来我看看 疼吗 疼 下手是点重 下次可轻点啊 还有下次啊 说说吧 以后怎么打算呢 什么怎么打算的 男人是不是应该敢做敢当 男人是不是应该一口唾沫一个颠 那你是不是应该对我妹妹负责任 不是 哥 怎么突然这么问了 我有点萌 我都还没准备好呢 好多人一开始都没准备好 我跟你嫂子结婚的时候 也没准备好 交回几个女朋友 那个不算 那个不算 卡里有多少存款 钱都在我妈那儿 现在还租房的租呢 不是 哥 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对你有什么误会 你 你肯定有误会 那会非礼什么意思 会非礼就是被调戏了 顺带吃了把豆腐 不过了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不是 你瞧她那样 她 她也没背怎么着啊 哪有没什么下 你以为也有什么下 坏了 赶紧给杨诚打个电话 我跟她在电话里边说 她妹背人家那 那什么了 哪个什么了 就 就是那什么了 哪什么了 你怎么跟她说的 不是 你怎么跟我说 我就怎么跟她说的 我就跟她说那个叫 刘新川的家伙 把她妹妹给那个什么了 我是这么跟您说的吗 不 那你怎么跟我说的 喂 杨诚 妈 下午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妈妈 没事 一点事没有啊 一根汗毛都没掉 是个误会 对对对 跟那小刘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觉得现在跟我说这些 有点晚了吗 吗 你不觉得他说 你不觉得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他 我呢 你不觉得他 在那里 以上で終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